再来是这个鱼尾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一段鱼尾的部分 那你挤出的时候要分成两段来挤出 像这样分两段来挤出 就是说左右各挤一次 然后第二次呢再左右各挤一次 虽然我们到编辑的这个模型里面 所以你以这条线 比如说你往上看是这样的 我们在多边形切下的结果呢 同时就以这条线呢当成分割线 然后跨过这个不要这个不要 那我们去跨过左右两侧这里 然后往这里往外挤 OK好所以说你按下Polygon命令呢 去选这个面 然后Control再选这个面 也就是说以它为中线 然后分跨过两个Polygon之后再两侧 就是这个地方去做挤出 好那挤出的话呢 同时就直接执行E2的Setting 面板那我们面板控制的话呢 这个给它一个数字好了 它们还是抓40 你可以自己拉看 你可以这样捏 拉到你要的距离 对那我们为了方便大家练习 我打40好了 Enter 当然你也可以打30 那我这个地方呢 模式把它选择ByPolygon 就是依照面各自面独立的 然后这样OK 好转之后它你往下拉 看这个画面对 那我们可以去调节它的这个Z轴高度 你注意看这个变化 像这样 没有它可以调Z轴高度 同时那你在调的时候 你注意哦 你千万就你不要给它调 刚好一条平那个水平线 因为这样很像飞弹 所以我们就往下拉 往下坠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可以再往后推按Y轴 Y轴像这个地方Y轴 往后拉 你不要拉这么夸张 同时我们大概拉这样 因为要分两段嘛 所以大概拉那你说那我这个到底要这样 还是这样还是这样的 同时一样feel 就feeling 就是你自己感觉 就像这样 好 然后最后我们再继续 我们再拉这个角度 同时继续再挤出setting 也去setting 这里一样啊 你把它改成40 同时这个用ByPolygon 有没有 那你往这里拉OK 就像这样 所以你在拉Z轴的时候 可以感觉一下你的那个 鱼尾要怎么设计 那我们大概就是给它抓一个 这样的角度有没有 让它稍微扬上来 像这样 好 所以就大概调一下 然后这往后拉 Y轴往后推 对着走往后推 适当大致就可以了 同时就拉一个角度就可以 大概像这样 那么就把后半段部分做完了 好 再换前面 同时前面我们希望它能够直接 就是说这个直接鼓下 就是来看一下那个 像这个嘛 这个造型 同时我们直接这样下来 这样下来 就是说待会直接这样下来 这样都可以了 然后再往前给它一个 这个构造 接下来给它分割完毕之后 画那个鱼的嘴 所以这个方法蛮简单的啦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选这个 当然你如果觉得 它这个地方要 要稍微 胖一点的话 那你可以按Vertage去调 比如说你空白书点一下 按Vertage 然后我们去调 调节它的这个点啦 比如说把这里圈起来 这样圈起来 当然你可以用WireFriend 比较不会选错 这样圈起来 你先这两个一起选好了 选这两个一起选 然后呢你按下那个缩放命令 按缩放 所以往外 碰 有没有 这样 OK 好 那你把它选这个 然后再移动密室往后板一点 OK 然后这个 这个再稍微移动一下 这样 然后这个再给它稍微缩方 就是你看这里的变化 没有 它这会跟着变化 你大概抓这种感觉就可以了 大概像这样 OK 可以微调 好 然后之后我们再按Polygon 按Polygon 然后选这个面 对 然后我们给它挤出 一样按挤出的setting 你用一般挤出就好了 按这个挤出 然后左键按放拖曳往前 好 适当大小就可以 按移动密室 然后你调一下它的要的位置 我们不用太大 所以这个地方一段而已 这个直接给它缩小 按这个SYG这样缩 直接缩小一点 大概像这样 对吧 就它圆下来看到吗 就像这样 然后你按移动密室再把整个 同样你可以看这里的变化 按G走呢 往下推 大概像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头嘛 对 好 之后我们再给它挤出 这稍微让它大一点好了 来给它挤出 一样按这个 ETRUE 同样这个地方给它挤一段 这样凸出来 有没有 大概像这样 就是我现在做的是 我现在做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 因为你现在刚刚有做这一段 这一段完成了 这一段 然后待会还要再做前面这两个 好 所以同样按这个收放命令 然后去给它键缩 不要太小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 好 那我们这是它的这个嘴巴 那我们把它切割 同样切割的话 你你可以上存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 你不一定要锁中 你不一定要锁点跟点 你可以往这个线跟线这样锁 我们让上存比较大 所以这个是上 然后下存比较小 它的那个面积 对 同样那我们要切割 不然它整个Polygon选到 所以你要Virtes 这边要选Virtes 在情况之下呢 去找一下 那个指令就CUT 这个CUT 或者按滑鼠右键 这个CUT 按它也可以 同样看你要选哪一个 你要点它 或者按它都可以 然后我点它好了 然后这时候你 这个要选到面 这个要选到点 这个要选到线 有没有 它有这个三个符号 选到面 选到点 然后选到线 通常你选到线好了 大概这个位置 适当位置就好了 左键 然后再到另外一侧 适当位置按左键 好 然后结束命令按右键 同样再结束整个指令按右键 所以按两次 有没有 大概像这样 那我们按按这个Polygon 同样选这个面好了 一个一个做 好选这个面 这个要挤出 同样按这个 一处 这里有挤出有没有 一处 同样你用 你这个挤出 然后稍微挤一点就好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好挤完之后 按右键结束命令 同样移动命令 把那个移动指令 拉到前面去 大概像这样 所以你可以去看 这里的变化 有没有 这里自己走拉一拉 它可以这样调 OK 好那我们这个稍微往上 大概给它三度就可以 它不用太高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给它缩放 把前面这个 把它稍微缩一下 大概像这样 OK 很简单 这个再前面一点 好 再选下面这个Polygon 同样我们去按这个挤出 一处 然后按着它不放 往前推 稍微挤一下就好了 OK 然后再移动命令 同样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下存呢 在后面 大概像这样 你不要把它往前面 你往前面放的话 这样是不是比较厚道 是不要这样 对 对 这样比较厚道 所以这个 这个 下 这个 然后往后推 大概这种比例就可以了 那我们下存它小一点 所以按下 锁放命令 按SYZ这样锁 像这样 那这嘴是开的 所以这个 稍微 闭起来 像这样 这它也自由发挥 同样你可以自己去 去设定 同样我这个就大概 再抓一个感觉就好了 而主要是要练什么 他主要是练的 A-D-Polygon 跟Turbo Smooth 他们之间的关系 OK 有没有这一段 这是那个头的部分 然后这是 这鱼尾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画旗 同样背旗的部分 你可以抓 这个 地 数过来啊 比如说这个头 这个是一马 二 第三段啊 我们第三段 然后上面给它切割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地方 它多边形的 它上面是一条分隔线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切一边的话 它长外的嘛 所以我们给它 切个Cut 然后切两边 把这当成一个挤出的面 把这两个当成一个挤出的面 所以 同样你用Virtes 按它 然后底下不是有这个 Cut切割吗 OK 它就直行 好 那我们就选到线了 同样大概这个位置 点这里 左键 然后选到后面这里 左键 这二分之一就好了 然后右键结束 命运第一次 按右键一次 然后继续执行切割 同样就切这里 左键要切到这里 就大概抓一个比例了 然后右键结束 切个命运 再按右键结束 命运 这样就一个 一组 OK 当然如果说你 那个要整片拿来挤出 比如说 按 按这个挤出 有没有 你选Polygon 整片拿来挤也可以 或者说你要 你不想整片 你要布线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 要给它 给它切一条线 切一条线 然后只有这一段 去挤出 这样也可以 大家自己做 那我现在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要做基础练习 不要太复杂 所以我按Polygon 选这个面 我都整片挤好了 像这样 那你要挤出的时候 要注意 在挤出 你要选模式 比如说按Extrude 按这个Setting 按它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说你用Polygon 会怎么样 Polygon就各自面独立 那我们现在切两个面 对不对 所以它会往它的 平均方向去做 就是你按Polygon的话 它会往 你看这里 它这个面是斜的 所以它往这里挤出 然后再往这里挤出 而且是分开 这样就很像 那个剑龙 那不对 OK 好 那你如果把它选择 Loconomo 就是一样 就是依照它的 平均方向 你看它就 它就肿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它会 一样这个面去挤出 然后这个面挤出 而且它会平均 把它封起来 像这样 所以图会变这样 也就是说 你在调高度的时候 它会变得很夸张 所以我们用Local 我们用GrooNormal 就是群方向 按群方向 按它 然后图就变这样了 好 那做完之后 你这个高度呢 突然认立 这个高度 比如说 比如说我大概念一下 我打30好了 按一下OK 那个30你不要死背 你可以自己去平你的感觉做 因为我是调一个适当的大小 好 那现在给它缩方 对不对 突然 可是因为你这个面是斜的 正面是斜的 所以如果你的坐标用View的话呢 它变成它不是依照它的面去做拉伸 比如说你看Y走这样拉的 你看它是 它是为 就是它没有办法很顺的这样捏 所以它怎么办 我们让它这个坐标沿着这个斜的面去做分布 所以你要把这个改成Local 你注意看这个坐标的变化 这个坐标变化看一下 改Local 按Local 你看是不是要校正的呢 如果已经按View的话 就视窗嘛 你看它是视窗 可是我们面是写的虽然Local 有没有 这样就对了 然后你再按X轴 X轴这样往这里捏 这样它就顺着这个斜那边捏了 好 那Y轴呢 你可以调 比如说让它稍微吸一点 这还可以 那按移动命令往后拉 这个Y轴往后拉 像这样 好 那我们再挤一段 我们再挤一段 这个下一点 一样挤出 按Etrue Setting 那我们依然是用哪一个 用Groove Normal 然后这个纸你可以自己调 我用30去按OK 好 这时候你要给它缩放 对不对 一样按这个 选择Local 有没有 比如按缩放命令 你把它用Local 它的面就跟着写的 所以你就这样拉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它凭感觉 然后这个按回到View 我们执行移动命令 然后你用View去捏 因为它已经变形完毕之后 我们要整个空间控制 用View去控制 好 所以你这个往后拉 这样很像鲨鱼 所以再往下 好 这个适当位置 我们调点 按Virtes 空白处点一下 按Virtes 同样你如果没有办法确定 到底有没有选错 请你按这个Wild Friend 这样 这样穿透就不会选错 你就把这里选起来 然后开始微调 然后调的时候 就是眼睛看这个变化 就是你调这里 然后眼睛看这里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 Reference去做的嘛 所以就Z轴往下拉 然后再往后推 注意要调Z跟Y就好了 你不要调X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动左右X 不然它整个模型就跑掉了 好来 再选这一组 选一组 然后这个往这里 再Z轴往下 再选这一组 这个往后 然后这个地方 稍微前面一点 再往下 同样这个就平感就一条了 像这样 细部我就不调了 同样我们就稍微练习就可以了 先选整组再调走 选整组再调走 然后选整组再调走 这边大概也自己控制 好我们看 有没有 这前面就大概是这样了 好再来是这个 这背部的对 那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左右两边的棋 同样那因为背部在这里 对 这里啊 那我们棋就放在前面这里 好所以它数过来是第一 第一个Polygon 第二个Polygon 我们用第二个Polygon好了 看一下 同样就大概抓这个角度了 然后你就直接执行 这个是中线对 跨过中线 同样控一个 左右控一个Polygon 然后从这边切割 你不要整片挤 整片挤那个太厚了 我们切三分之一 切三分之一 同样切割了三分之一的面干什么 同样我们给它执行 挤出命令 所以你再做一次 同样按这个Cut 按Vertice 然后选择Cut 切割 同样那我们就抓这个地方 三分之一处啊 左键然后切到这里 再一次啊 我先结束命再一次 Cut 这边按先按Viu先来回来 好按Cut 中边切 大概三分之一处了吗 大概像这样 左键好右键解除命令 然后拉过来换这 左键 左键右键解除命态这大约就好了 好 你这个做的时候你不要按空白键 不然它会锁定那个你的动作 刚一直按 不想要按到空白键才会这样 然后结束命令右键了 好 你选Polygon 然后选这个面 再选这个面啊 太我们这个面 两个面选起来 状态之下给它挤出啊 所以你给它执行E True 这里 然后我们用40好了 这样对 按一下OK 好 然后再 当然你 你用百趴的感觉去挤 同时让我们这个地方一样调 你可以调节它的这个轴 大概调这样啊 调这样就缓缓的这样 这样下 所以然后等下往上飘 同时这个地方往后拉 就是你的那个歪轴往后推 你可以看这个角度 有没有 歪轴往后拉 图就变这样 一开始先拉局部就好了 好之后呢 同时我们再挤出一次按Setting 它会记刚动作的 你可以稍微让它大一点 比如说这个地方给它 不是好了 然后再用百趴的港 按OK 好它们拉一个这个 这样子拉大概像这样 那有点 拱起来 然后再按 按Y轴 往后推 你可以从这边看也可以 往后推 这样拉 拉的时候你可以顺便看 这边的效果 没有就像这样 那你要细部微调的话的话 你可以 结束命令之后按Vertage 去微调 比如说你觉得 这这组点啊 还要再大一点 你把这一组选起来 你可以你可以按这个 Wildfriend 他把这一组选起来 量测的起 有没有 这一段 选起来 然后你拉的时候 就整体歪走这样推 然后你就看 看这变化 有没有 像这样 OK 然后再选它 跟它 它们再往后拉 再再微调 前面这个也可以微调 突然你不要选错点就好了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去观测 这边都可以调 我大概调这样 好 这基础键模 你先把这个模型画出来 最终结果就是 像这样的状态 就是一个 一个TurboSmooth的结果 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玩曲 大家先试试看 我们可以看 请大家看 现在拍摄 请大家看